因應氣候變化 法國愛菲爾鐵塔的米其林餐廳 推出了兼顧美味和環保的餐點 另外在泰國有一家麵攤 它則是把極端氣候的挑戰 變成了賞機 爬上法國愛菲爾鐵塔 遠處美景 映覽無遺 逛累了 還能夠到塔內的這家 米其林餐廳 享受環保美食 坐落在鐵塔內的這家餐廳 在今年六月開始營業 搜求以最環保的方式製作餐點 餐廳跟在地的農場合作 採用符合季節的食材 用耗費能源最小的方式烹煮美食 讓用餐者能夠一邊欣賞到巴黎美景 一邊類型健談行動 如果你們在這家餐廳20年 這會是滿熱的 我們待會在晚上的服務 所有鍋子都會營業 所有鍋子都會營業 這裡有空氣 餐廳大廚泰里馬克思擁有著傲人的經歷 他在一九九八年為自己的餐廳拿到人生第一顆米其林心 隨後經營許多家餐廳 還參加過電視烹飪節目 成為全國的名人 他有感於氣候變遷帶來的影響 現在他經營餐廳注重低碳飲食 節約用水跟能源 並且讓整個菜單上的所有料理 盡力減少碳足跡 因應氣候的餐廳還有泰國這家泡在水中的麵攤 泰國中部的佛同府受到風災影響 導致路橋下的麵攤 不論桌椅都泡在水中 也成了當地民眾另類的用餐體驗 這家麵攤因為開店在地瓦地區 已經很習慣受到風災跟水災影響 導致店裡淹水 如今一邊用餐 一邊享受另類的腳步按摩 也成了麵攤的招牌特色 關於西元前 盛秉